好 配合上海致敬和你在一起的政策 第九河川局在参述台风过境之后 立即号召志工伙伴 来展开南兵以及华人海岸的敬滩活动 参述台风过境虽然没有对华联造成重大灾损 但是第九河川局仍是依据上海致敬和你在一起政策 号召了志工伙伴在南兵与华人海岸举办了敬滩 向海致敬的一个政策里面 我们会有一个立即清定期清 每一次台风过后 我们为了要让整个海滩变得干净美丽 我们就会办理立即清这样的一个动作 今天的一个进滩主要也是因为参述台风 因为它过后我们希望再次来检视 我们整个这个回南湾的这样的一个海岸 所以我们特别号召了除了我们九河局 我们的防讯之工以外 我们包括吉安湘的环保协会 以及我们县政府环保局 以及建设处水利克的同仁 一起大家共襄盛举 那看起来我们整个把整个这边的一些垃圾 包含很多的宝特瓶烟底等等 做一个清理 我们让这边维持比较干净美丽 也留给我们在地或者是向今有一个美丽的一个海岸 九河局的进汤行动 还依据了ICC分类环境教育准则 将减十道的垃圾做分类记录 在我们执行的这个香海执行过程 我们九河局也特别导入 ICC就是国际进汤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主要就是我们会把我们清理的垃圾做一个分类 那主要是要了解这个垃圾的来源 那我们也再透过源头减配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把它做一个处理 所以我们不只是维持海滩的干净 我们希望从源头处理来减少垃圾 那从今天我们进汤的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有非常多的宝特品 烟地 这个是主要今天进汤最主要的发现 那这部分我会再透过宣导 来跟大家来说明 希望大家来共同维持 我们海滩的一个美丽 一个小时志工们就捡到了一大堆垃圾 有安全帽 有大衣外套 更多的是饮料杯 还有塑胶袋 以及烟地 进汤你捡到很多垃圾吗 对啊 你看到什么垃圾最多 嗯 饮料罐 饮料罐 对 青菜丘有那么多 对对 太多了 没得了 你会捡到那么多包 看到海滩有大部分是什么垃圾 嗯 铺里 饮料罐 塑胶最多 今天捡了什么垃圾 有烟地 还有也有磁箔纸 还有 呃 卫生纸也有 很多 量蛮多的 有宝特品 还有一些玻璃品 还有一些垃圾 就是说烟地有很多很小 九合局把垃圾统计资料做记录与分析 未来将作为垃圾减量宣导政策的参考依据 合理在一起 先进为了万界 九旅会欢迎市报导 三十 三十